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了取它的行为 炒调大花椒 主要是出马 创油食用花椒 是激发它的飘鲜 味道才有层次感 枪条是马香扑鼻 基础为马辣寒暄 后景时马在水头上持续调动 就像一口老白干 入口醇仙 后景有产 我们做这道鱼的话鱼片跟其他做的鱼片不一样 这道鱼的鱼片打片的时候它还粘在一起 因为我们这道鱼的话会选用大量的寒暖花椒 所以这样打鱼片的话 编用鱼片和花椒 编用好粉底在食用的时候 鱼片和花椒 这个火旋首先是在原浅的方面特别的讲究 特别是那就是泡菜和花椒 必须选用三等最好的 用我们自制的泡椒 泡萝卜 泡酸菜 这些一心的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共浇于在选用花椒的材料上的话 是特别研究 必须选用寒暖清晴的花花椒 寒暖的椒笼 用了一千多年时间 让这个花椒熟化 寒暖花椒的芳香油 寒粮 是其他花椒的二至三倍 寒暖花椒的麻 是属于中关所有花椒中的第一梯队 进口八到八的小时 长达一个小时 做这道鱼的话 特别是在用油方面也很讲究 要选用的就是 自炸的就是菜籽油和自己练的好 猪油 油温大概在150度 我们就下入花椒 下花椒的时候 虽然油温也不能太高 在低油温的状况下 慢炒慢炒花椒 这样才把花椒的味道炒出来 如果火锅大的话 会把花椒炒焦 味道就会有苦味 花椒炒得一点白色了 然后就是香味就出来了 就差不多了 炒好之后 然后加入配合的这种草料 然后小火慢炒 炒得成金黄色 然后再下入我们肚子的底料 我们的米的底料 也是加入了大量的花椒 和豆瓣 辣椒 就出来了 所以这道菜大家也可以 火锅底料来白炒 炒出香味之后 然后就加入我们的高炭 等它要沸腾之后 我们先下鱼头 鱼排 最后才下鱼片 煮鱼的话 煮鱼的话一定很讲究 要用小火 煮鱼 煮鱼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加这个油温的时候也很讲究 油温必须达到200度 然后加入干海椒 和大量的干花椒 倒入油里面 中间燃花椒的就是油能包的 激发出它的麻香味 清水 淀光 清水 这样炒到油过后 使其它吃起来 香腊味不糙 鲲鱼 鱼家花椒再喝完 还是血液炸了 寒药花椒是麻 香 鲜 味道持久 灰味无穷 不在乎 那不在乎 因为韩元花椒都作为了一种公平山沟 所以现在我们用韩元花椒用来做这道鱼 这道鱼就取出鱼名 共浇鱼